好,欢迎大家收看由DT大数据梦工厂推出的Spark原码版本定制的第37课 这一课是卡夫卡原码截图的Consumer内幕解密 我们会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Consumer的使用的代码实例 另外一种就是在这个实例背后 我们分析一下Consumer背后的原码解密 这个所谓的原码解密也就是Consumer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当我们抛弃过这个内容之后 其实大家感觉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刚刚我们在群众 昨天晚上时间是比较多 然后我刚刚发起了一个群投票 那大家对这事情如果特别感兴趣 欢迎大家积极投票 我觉得你必须感兴趣 只此时机你不感兴趣 你什么时候感兴趣 你基本上这个事情基本上是一劳永逸的 你如果成为了Spot Contributor的话 至于假设无论你创业还是不创业而言 我要举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例子 假设这里面有30到50个Contributor产生 那我们DT大数据梦工厂 假设把这些人都变成自己的成员 或者说兼职的成员 你觉得DT大数据梦工厂 具有什么样的品牌影响力 所以老师跟你说 要培养30位到50位的Spot Contributor 这个也不是说想鼓励你好好学习 或者说跟你说一个口号 这个 至于DT大数据梦工厂而言 我觉得这一步完成之后 就立即可以轮到 立即融资会超过一亿的名币 我觉得是 因为这个时候 人出现了这么多Contributor之后 然后我们的版本定制 也做到世界的极致之后 你在具体完全展现了商业价值之下 那投资者就喜欢这么搞吗 要么是你有潜力没钱的时候 要么是你的潜力还没展示出来 但是他感觉你有潜力的时候 这是他最想切入的时候 我前一段时间 我在深圳 我们现场也不知道 有没有深圳的朋友 我在深圳那边的梅林水库那边吃饭 吃饭的时候 其实是两个深圳 在深圳很自身 他们都八几年到深圳 基本上深圳所有的机遇 他们都抓住过的一些朋友 他就说你坐着DT大数据梦工厂 因为我跟他说 我说我要做一家 十只万亿美元的公司 那他就问我很多内容 其中他跟我谈了一点 就是在保持你的技术 独特性和绝对的网络社区的影响力 的情况下 你要找投资人之类的 不要让投资人感觉所有的钱 你都可以搞定 好吧 以后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具体的就谈一下 反正这是我战略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也希望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必然要做的一个战略决定 其实你跟我一起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至于你自己的职业发展或者人生 我个人感觉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所有人都积极参与 每个人至少也提交一个bug 至于你的bug有多少被踩了 这是另外一码事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有将近90人 OK 那算是91人是吧 除了我和小小 我们还有91位同学 人生很难得有这样的一次机会 很难得 有这样的一次机会 你只要在任何地方 就现在这个地方 我不是说SPA和1.0以前 1.0以前 这么contributor太容易了 你们错过了那个机会 现在2.0又给你提供了一个千载难分的机会 我估计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你只要说 你在任何场合说你是SPA Contributor 包括在大会的场景 在求职的时候 在跟别人谈生意的 谈合作 大出去合作的时候 这就是一张 你们知道有一种卡叫黑卡 你们知道吗 黑卡 OK 这个好像在几乎在任何地方 无限制的刷卡消费的 是吧 你就相当于拿到了大数据界 大数据界的黑卡 好吧 这个我不多说了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我是希望我们这个91位同学 每个人至少都提交和解决一个Spark Streaming和Spark Core 在2.0的Bug机会 这就像股票一样 你知道吗 或者房地产一样 他在那个机会的窗口瞬间 就是那么一个瞬间 这个谁能够在这个瞬间 获得最大的价值取决于你投入的力度 绝对不是不痛不痒的投入啊 所有搞股票的人都都应该知道 或者搞这个金融的人 他会有个生命周期曲线 那就像那独孤九剑一样 他处在那个转折点 那个转折点的时候 你必须最大化的投入 他在那个最短的时间的瞬间 才能爆发出核裂变的力量 当然我不是搞股票 我也不是搞金融的 但是我有很多 资深的搞股票或者金融的那些朋友 他们都很吓人啊 不这些人很喜欢我说话 我在深圳有一个这方面的朋友 他就跟我特别特别强调了 其实我今天诸位做这个SPAR 我个人感觉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SPAR 2.0 就是一个突然的一个暴增点 你必须把握住它 我估计2.1你就有点困难了 好 我这边应该把这被我们的战略的需要 以及你从你个人成长 发展的角度讲 它的这个重要性 我应该说得非常清楚 而且我拿着股票和金融的这个例子 或者房地产的这个例子 告诉你一点 你不要想着 我以后一年或者两年成为SPAR Contributor 第一意义不大 第二你是否能够成为 这是另外一码事 OK 就抓住这三个月的时间 你一生就一劳允一劳 好吧 这个我不多说了 我这边分享一下桌面吧 心态这边可以听见 可以看见桌面吗 卫光是在深圳是吧 好可以啊 这边是我们考复考的官方网站 到我们这边是官方文档 这个官方文档 OK 你自己都可以打开这个官方文档 然后 这边是不是有它的Consumer的AP 当然它这边有老的AP 也有新的AP 其实无所谓了 OK 我们点击进入去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个Consumer的例子 大家 这代码可以看得很清楚是吧 不过我觉得它这个就要格式化一下 这怎么连格式化都没有呢 好吧 这个没格式化也无所谓 大家看一下这个Consumer的例子 这边Create Java Consumer Connector 这个是Java级别的AP 它有Scala级别 其实老的是Scala级别 它现在比较推荐大家使用Java级别 这可能是考虑系统的整合 然后这边有个方法叫Create Message Streams 这是来自于Consumer Connector的 当然这很重要 你听到名字就知道嘛 Create Message Streams 它是一个流 然后这边有Decoder之类的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Consumer在获取这个Broker 尊的这个Topics的Partitions的时候 它类似于一个不断的流进来的数据流 当然 我这边我就 例如说直接问一下魏光 这个我们的Consumer 是向我们的Broker List去主动抓数据对吧 你想一下 从一个正常的这个实现的角度讲 这个主动抓数据的过程中 是不是有一个 它肯定会有现成对吧 当然它不止一个现成 一般情况下 就是在县城里面 是不是不断的去看有没有数据啊 这个过程一般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县城中是阻塞的不错 抓数据的过程 县城中就阻塞的 其实我觉得魏光应该 应该可以想到一件事情 它相当于一直不断的有一个外循环 对吧 就去看Broker 因为他会关注这个据点Partition Partition肯定是在Broker上面 这Broker有没有这个数据啊 当我说的这个Broker是BrokerLeader啊 因为它Leader Follower的机制 有数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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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看上去就像闲着没事一样 OK 其实就是这个方法的角度 就像大家一般叫所谓的Pow方法是吧 其实你想着很简单是吧 OK 我有多少Partition 我就开辟多少县城 然后每条县城里面就不断的循环 不断的循环看看 有数据吗 有数据吗 当然他对这个数据 他可能还有个过滤机制啊 或者一些配置的参数等等之类的 这个就是细微摩羯的东西啊 但是像这样弄个县城去循环看看有没有数据吗 这个肯定是个关键对吧 肯定是一个关键了 OK 所以 我也不知道网络上很多 说大家对这个卡夫卡讲解 反正我看他们那个东西很难看懂啊 就是我从学习者 一般的学习者的角度去讲 但实际上你看 刚才我们说Consumer去消费这个卡夫卡 Brokers 的数据 呃 我们直接就是一条县城去消费一个这个Partition 一条县城去消费一个Partition 他怎么去消费一个Partition呢 就看到Partition有数据吗 有数据吗 有数据 是不是不断的循环他 你自己想一想就是这种调调吗 对吧 OK 好吧 啊 这边 啊 这边create a message stream by filter OK 它有一些过滤条件 啊 这边commit offset 这就更新它的offset的内容 啊 啊 这边也有 啊 simple consumer 这边有fetch 这个fetch 这个fetch 就是直接从一个topic拿的数据啊 对吧 这边 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是simple consumer 是吧 OK 这边send 然后这边get offset before 等等 啊 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例子 嗯 嗯 我们看一下卡夫卡这边 他自己有卡夫卡 一个examples ok 这个examples 是由 卡夫卡 consumer producer 啊 这那个demo 那这个demo 他溜出了producer 我们不看producer 我们下一节课再看这个producer 好不好 这节课我们主要是看consumer 那这边说topic 啊 这肯定是个成员啊 这边是topic1 啊 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server url 到本地测试了 这个port 啊 producer buffer sales 这是缓存吗 哎 我们是不是 哎 我上一节课有没有跟大家说过 这是那个producer把数据发给我们的这个broker 具体发到broker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缓存区间 你如果看我们前面的视频 你应该知道 那连接超时时间 ok topic2 topic3 还有clientID 你如果不说clientID 他会帮你自动生成了 好吧 啊 这个是设置 设置 静态 静态成员 哎 这个是java 啊 这个确实是java代码 他的scala代码 没有 算了 嗯 你说scala的话 你一般 弄一个object对象 好 啊 我们看这边有consumer 6出这个consumer 我们就去看一下consumer OK 这边构建一个卡夫卡consumer 当然这个是一个关键 啊 然后 这边 这是它自定义的一个类 啊 property new property 然后里面说 这不是strap server config 啊 就是你的那个 啊 卡夫卡集群的这个信息啊 然后这么group id config 啊 这边有些参数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参数熟悉不熟悉啊 大家是否很清楚这参数具体干嘛的 啊 但 这东西你比较熟啊 还有这个id你比较熟 但其他的 但是参数一大堆啊 你来看一下官方网站吧 这个啊 哇 这么一大堆啊 一直让人看着眼花聊了 啊 这个英文其实说的很清楚 哎 我我们来看一下他这边使论 这个叫 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 Auto Commit Interval 啊 他这个是自动提交的这个时间间隔 啊 就在特定的时间间隔内 你要进行自动提交 啊 到你看这边其实有一大堆啊 OK 这个是我们consumer config OK 这边是从我们包是从client的角度去考虑的 啊 啊 group id 大家都知道的吧 啊 同时他有consumer id 我就随便说几个吧 这 这个group id 是指 consumer所属的 consumer group 啊 然后 这边是maxpore record 你看见这个pore这个关键字了是吧 OK 就是一次你你获取一堆数据的时候里面最多有多record OK 这个有session timeout 这个是超时时间 他会有心跳 啊 啊 这边这边就告诉你heartbeat interval minisecond 好了 这个 这边是 啊 enable auto commit enable auto commit 如果我们设置它为true的话 它会定期的 像我们的这个rootkeeper更新consumer已经获取的最后一条消息的offset 啊 啊 哦 他这边是不是 哇 这个弄得还是蛮可爱的 他这个是不是有注释说明啊 这边说if true 那consumer的offset will be periodically committed in the background 啊 声音不稳定是吧 好 我把这个声音 啊 我再次重新启动一下 好 我们现在这次进入了YY中 好啊 现在声音还有问题吗 诶 瓦利来了 瓦利我好像好几天都没看见你了 非常想念你 家里网刚刚通 好 刚才介绍了几个参数 例如这个enable auto commit 这个我们前面说如果指定没true了 我们会定期加入keeper的更新我们现在的当前的consumer 啊 获取的这个last message of set 就是获取的最后 啊 一个 嗯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batch batch的 first message of set ok 因为你这个是最后一次操作的角度来看的嘛 啊 那这边也有其他的一些内容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autocommitintervals是吧 autocommitintervals是指consumer 像rootkeeper更新offset的 就 啊 就在这边 啊 更新offset的这个 时间间隔 这边 我觉得这个参数也有点意思啊 叫fetch mean bet 这个指定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消息最小必须有多少个字节啊 这有个颜外之一啊 就是他看卡夫卡的这个消息的大小 如果说小于这个内容的话 那就那就不抓这个数据啊 他就不会算了一条数据 等待时间 啊 这个maxpartitionfetchbet ok 你自己可以去看一下这边 由于他这个很多东西他都写了注释啊 看上去 还是蛮好理解的 好吧 啊 大家看自己对哪个参数还很关注啊 啊 可以提出一下 这边有maxpartitionfetchbet 好我们就不说这参数了 我们继续回到 我们的代码中 OK 这边构建consumer 然后调用它start方法 那我们看一下 啊 这边一大堆的代码配置 这边序列化 序列化 OK 啊 所有的关键肯定就在这个地方是吧 卡夫卡consumer 大家看一下 这边会把相关的参数传进去 构造一个卡夫卡consumer的实例 但我们现在 这个地方看见了卡夫卡consumer 他的注释非常非常清楚啊 而且这边也给了给了你实例代码 是吧 你要运行的时候 consumersubscribe 这是订阅什么主题是吧 啊 我觉得这个代码已经太清楚了 你看一下 啊 注意啊 他这个地方说干什么啊 consumer.power 是吧 当然这边有超市时间 就一次power的时间 这每次pull 是不是弄了一堆的record回来啊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 这代码 啊 那我们也不说太多 我们就继续回到刚才的这个代码中呢 这个do work 诶 我们这是一条线程 那我们刚刚 这个地方就调用的start方法 调用的start方法是线程的角度调用的start方法 然后我们的consumer 啊 他是转给了回调 回调这个do work 他这里面肯定是一个线程 啊 大家看一下这边是不是一个 循环啊 然后就不断的调do work do work 每次肯定就 肯定就把我们的数据抓回来 大家看 this method repeated invoked until 啊 这个线程 退出或者说 发生一个异常 那我们在这个do work中 大家看这个是订阅什么主题的这个内容 然后论一次pull 当然他这些无所谓了 跟我们刚才说 一直循环其实是一样的调调了 对吧 我订阅这个主题 ok 然后我一直不断的去pull 哎 你 你觉得这种代码是不是似曾相似啊 我不知道瓦利有没有读过这种代码 瓦利你即使没有读过这种代码 你看见 这个怎么存那个broker 啊 获取数据的话 你看见这种代码 其实你基本不论想你就知道它什么工作机制是吧 我怎么感觉这跟sorver的代码 还有跟安卓的代码完全是一样 我看见这种代码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这样 这个所谓的pull once 其实安卓跟每个应用程序都有个消息对立 这个是天生的 否则你随便写个hello world 它运行完不就退出了吗 所以它是天生的 它里面有pull once 这个方法 这个是has all fetch positions 等 OK 这客户端是不是 再论了也是pull 看一下这pull pull for any network at all 这边超市时间 这个发送请求消息客户端pull 啊 这好像没什么好说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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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YY退出了 啊 它是它自己自动退出了 啊 这个应该是 我YY网络的问题啊 好啊 这是大家看见的一部分内容了 那我们也可以再对照一下 我们的spark的实现 spark spark 我们怎么看着实现呢 kafuka utils 我们看一下这个 代码 kafuka utils ok 这边是不是有create stream 你其实你把这个参数藏进来 这个rootkeeper的信息是吧 啊 当我们一般都集群了 这边说group id 它属于什么group 然后这边有个rootkeeper connection timeout 这个rootkeeper connection timeout 这个rootkeeper connection timeout 是连接的超市时间 ok 我们去看一下这边 啊 当然太多的东西我们不去看 啊 我们看kafuka input this stream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我们就直接看一下 这个kafuka receiver吧 你看一下这个代码啊 这边是不是 啊 这边有个consumer connector 是吧 哎 这个东西和 我们 刚刚看见的这个是不是一样啊 我们在这个代码中 在这边说 kafuka的receiver 注意啊 啊 我们说这个有这个consumer connector 而 从这个地方讲啊 啊 我们这边有个consumer connector 就是从连接的角度 啊 我们再次到这边呢 你自己构建出这个实例 ok 然后这边说是subcribe ok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边是订阅相关的主题 而且会有topic 啊 但是 这边的这个原代码 这个就直接是kafuka的内容 哎 我们 我是在课前稍微看了一下这个代码 那我们在这边看一下 consumer connector 好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spot streaming 下面直接使用呢 我们这kafuka的包的内容 也就 你要写程序的时候 你肯定要把它引进来啊 因为它圆满中有这东西 你如果没有包依赖 那就比较麻烦 但其实 我还是回到这kafuka的 这样的一个试图中嘛 其实它下面 有一个子类啊 叫zookeeper consumer connector 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个为什么叫zookeeper consumer connector 对吧 嗯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receiver去连接它嘛 哇 我是从spot streaming的角度角 OK 好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这里面 就又来了一堆 哇 我把它放放大全屏穿了 嗯 就是我们在这个consumer去连接我们 通过我们zookeeper去跟我们的这个卡夫卡集群进行交付的时候 它会注册给我们的 图keeper 啊 这边有一堆的东西 包括这个load 就是 这个balancer listener 然后 还有这partition change listener 等等之类的 啊 其实这里面有 这个关键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见 就是你在构造它的实例的时候 就是你在构造它的实例的时候 这边就直接connectzkey 还有create a feature 这个feature 这个feature 就是抓数据的 然后这边 ensure offset manager connected 你看一下这个connectzkey 大家看这边是不是构建了一个zkey的client 这边有它的配置参数 超时时间等等这些东西 ok 你这边 存在 这边就进行connect 大家看一下 这边就直接连上rookeeper 而去连rookeeper 就根据rookeeper的 API 去编写 这边有zkey event thread 啊 这边启动它 然后我们进行连接 当然它是watcher 啊 这个是zkey的概念 好吧这个是 我们在卡夫卡这里面看见的 啊 连上它之后 我们这边叫 卡夫卡receiver 它的on start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on start 其实跟我们刚才写的代码感觉差不多是吧 啊 我是指了卡夫卡官方自带的例子 这边也说 这个 它的一些参数 当然 这边consumerconfig 好 进行那些分装 这边有k decoder value decoder 因为它读数据的时候 它是端对端的这个编解码 或者 啊 或者你可以认为序列画法 序列画的这个过程 端对端的 也就是中间它不会 不会 纯新编解码 就直接传给你了 你自己解码 OK 大家看 consumerconnect create message streams 这个是不是我们刚刚看见的代码 Create a thread for each topic message stream We are listening 你在大老尊 我看一下这个代码 其实这个代码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 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 讲它的核心代码了 你在大老人想一幅场景 好不好 这幅场景是什么呢 卡夫卡肯定有很多broker 对吧 所以你在大老人现在画一段图 我就不画了 因为我们这个马上时间不够了 broker 每个broker里面是不是都有很多partition 啊 不 每个broker里面有很多topic 啊 topic有很多partition 不同部分 对吧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设说 我们现在 读取的是 topic1的五个partition OK topic1的五个partition 肯定是 放在不同的这个broker上面 我们假设说 有三个broker吧 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种方式了 你大老人现在要绘制出这张图啊 然后 我们肯定要去获取数据的吧 我们怎么去获取数据 这个你的数据在什么地方 在被rootkeeper管理 所以你连上rootkeeper的话 你会到rootkeeper那本 请求 你关注的topic 以及topic的partition 那rootkeeper 就根据他所知道的 那个leader和followers的相关的信息 OK 把这个 具体你关注的那个 topic的partition 给你 给你的输入 你会采论 每个你都会采论一个线程去抓取啊 它会循环 因为 这个partition 一般会变 你可能不断的往它充数据 那我刚才说是 说是有几个partition 十个partition 是吧 OK 那抓取这十个partition 就会有十条线程 那有十条线程 啊 我们抓到这个数据之后 它会有一个阻塞队列 就是 你一个consumer 里面就会有个阻塞队列 这些 这十个线程呢 不断的抓数据给你 OK 十条线程启动之后 它是一直pull 一直pull 一直pull 抓到一条数据就给你的阻塞队列 抓到你的数据就给你的阻塞队列 然后我们的consumer consumer consumer本身 它肯定也是论一条线程 专门去存这个阻塞队列 就拿数据 所以我们抓数据的时候 是不并行的 拿数据我们需要一个线程就行了 所以 这个拿数据 就是 你从那个broker中的 broker中拿数据 假设你有十个partition的话 它会 十条线程并行的拿到这个数据 然后把这数据扔给 consumer 兼困的这个blocking queue 那我们的blocking queue 它有时有可能有数据 有时也有可能没数据 所以我们从consumer的角度来讲的话 consumer也是专门拿线程去看这个blocking queue 当然它肯定是循环 看看有没有数据 有数据 一个recorder 两个recorder 三个recorder 它就是这种掉角 其实还是蛮简单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 carrate a thread for each topic message stream 然后这边转过来讲 就有一个executor pool 那这个executor 它采用现成词的方式 因为它有并发 这边 叫topic values sum 这个topic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是吧 这个 OK 它这个求和 就看cadwar现成 你自己也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create a message stream 我们看一下lookkeeper的 这个create a message stream 这边是create a list of message streams for each topic 你看一下这边是干什么 在这个地方是否就掉进了consume OK 你再看一下consume 我觉得这个代码 你看就非常清晰了 这是不是跟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这边是topic thread id 或者现成的id 或者现成的id 然后在这个地方 你看 你看 它里面是不是构建了一个blocking queue 然后这边 留了cafuka stream 然后这边就是zkgroupdr 这个register consumer in zk 这个reinitialize consumer 这其实就像我们的zk注册 它就是一颗树桩的torp结构 你自己如果感兴趣 你自己也可以进去去看一下 它这边是否适合告诉你 consumerdr是什么样的路径 然后group id是什么调调 然后consumerregister dr 这些 lookkeeper就是一个托扑树 但在这边它的zkconfig的时候 这边设置了它的session的超时时间 还有这connection的超时时间 还有这个同步的超时时间 这个是它的这个选举机制的同步的超时时间 ok 这边registered 是不是 就注册进去嘛 好吧 这个代码我不跟大家说太多了 因为这代码都很简单 好你自己去看一下这些内容 嗯 嗯 它这边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没问题的话 这个rebalance rebalance rebalance 这个我想提醒一下大家rebalance的时候 这个消费者要停掉 你不停掉的话 一般会有 会有问题的 它它会自动 自动停掉 嗯 嗯 我觉得这边是不是有个fetch方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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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这边 这fetch consumer consumer fetch manager 我们看到什么是被死里化的 OK 它在这边 你有这个feature,你打开链接 这边就是它自己的do work 在这边就获取我们的这个集群的信息 然后 这边就开始循环 这边topic partition 这是个很简单的二级数据结构 那你就读取它的数据 其实其他也没有说 太多要 看的 但它还有一系列的监听器啊监听器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大家看看 有没有 想特别去看的代码 它在内部工作的时候 它类似一个迭代器 一个iterator 然后不断的看next 那next里面其实就是po 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很好理解啊 应该看上去还是很好理解的 好吧 你看一下这边 consume 这个 其实这个方法是个关键的方法 基本所有的事情都在它内部去发生啊 好吧 好吧你自己跟着这个视频 然后自己去把这代码去看一下 其实说到底 想法和实现都很简单 我们连接的时候去连接 rootkeeper 因为这个 卡夫卡集群的信息 在rootkeeper中都有 那我们从rootkeeper找到 我们要去读取的topic 分布的partition 所在的broker 然后找到之后去连接上他们 跟他们进行这个具体的数据的交互 跟数据进行交互的时候 一个partition就拿一条线 一个partition就拿一条线 它就是这种调调 那线材里面就不断的进行循环 拿到数据 OK 他就放在一个阻塞队列 阻塞队列 因为我们自己的consumer本身也会循环阻塞队列 所以这个阻塞队列 有数据的时候就会被我们消费掉 其实一句话就说完了 这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什么方式 for的方式 对吧 拉数据的方式 所谓拉数据 你就是用一条线材 然后去循环 看看有没有数据 有没有数据 有没有数据 有 OK 放在一个队列 那队列的有数据 那又有另外一个线材 去循环这个队列 所以有数据 就自顿的拿到数据了 所以你觉得这种拉数据 听上去好像蛮神奇的是吧 是不是实际上还是很简单的 对吧 好 那我们今天早晨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明天我们从那个生产者的角度再跟大家去谈一谈 当然 你也可以自己 像官方的这些配置 搞太多了 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个producer的内容 他这边producer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还是蛮简洁的 这边也有他自己的一些代码 你可以去看一下 好吧 那我们今天早上就到这里 那明天早上我们就讲一下这个 producer 这个producer 讲完之后 我们就不要纯粹的一直 在这个卡夫卡圆码上 我们 最最重要的是从spot streaming 就是明天结束之后 我们从spot streaming 和卡夫卡的深度的彻底整合的角度 去思考清楚方方面面的事情 啊 好 那今天早上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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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